同时身对一老一小的配药男的问题 陪点以至此18岁以下 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亲属带配药 以志愿者带配药的服务功能 除此之外 我们也在持续推进零售药店恢复经营 并向社会公布名单 努力释放药店社区药品供应服务功能 市民科选择旧经药店购买药物 截止到5月8日 全市已求超过2600家药品零售药店的恢复经营